T2000的品牌来的 然后就说 那么跟以往不一样 就是它完全臀部啊 你看大腿小腿都不贴的 就是老爹裤那个裁剪 所以说 genlis说很喜欢T2000的品牌 可是每次都觉得 我就不想要贴身的 我不希望你们就考虑 带走这一个 算是第二次啊 除了这个第一次 我们有这个长度这个裁剪 之前带一批也是这个来的 算是补货 算是补货的一个款式 看好啊 你的衣橱也没这个款啊 对啊 看好啊 然后呢 裤头根据我们提供的尺寸啊 你们能接受贴身啊 多一个2-3cm 是可以 为什么穿在裤身上 拉伸是有这么多的空间 所以说 裤头能接受贴身 多一个3-4cm 可以 臀部的话 能接受贴身 我就记得臀部是2-2cm 要3-4cm是可以 毕竟它是可以拉伸 从L 从S到XXL 上一期我们有个老爹裤 买没了 OK 那个浅色的Totelik XML到XL都没了 买不到那个款式 带走这个款式 来自T2000的 面料是非常舒服 很舒服 弹性非常大的 那个牛仔面料 前面口袋是Functional 前面口袋 左右两次口袋是Functional 后面口袋一样是Functional 后面口袋一样是Functional 一样是有Pocket 放Coy的那个口袋 它旁边 它它穿上去很显 就是因为啊 它旁边这边这样子的Cut 它是破开旁边这样子来扯 所以你穿起来说 Overall Cut 你的脚会看到很秀 很小的秀 对了 它裤脚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 你可以放着一点点遮起来 它穿起来整体就不一样啊 我身上我配搭回刚才我们那个 白色的针织上一层 我们就这样子 所以可能说大脚这牛仔裤 还没有搭到上一来配搭 可以带走一个白色 因为白色搭牛仔 是最佳的配搭来的哈 中腰这件牛仔裤 是属于一个中腰的牛仔裤 数量很少 它的蓝就是那种送货上很美的蓝色 这个呢就不介意你们大高峰鞋 大小白大小白是最搭的哈 这个款式哈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是穿M 对 然后我是穿着S 它整件裤头是Rubble Elastic的 整件裤头是Rubble Elastic的 后面应该是Rubble Elastic 只有一个色 不会有选择困难症 穿起来 for那些想要找一个比较修裤管 可是又不是太贴的那种 整体它不贴啊 说法就是说这个T2000平台 我们带这个牛仔裤 这个裁剪的话就是唯一的款式 然后这个厂度的 我们之前是不够卖的哈 真的是很开心 它有一小屁给我们 我也很希望 可以多几个顾客放到飞机 我们已经会找到 大坦力 来忘记讲了 它是有一个大坦力的牛仔面料 上升下午 一样就是没有约束感哈 尤其是新顾客啊 他们第一次买了 收到T2000牛仔裤回来 都会报喜 讲这个牛仔裤的面料啊 裁剪都非常慢 他们都会找 所以说这一次有这个款式 T2000的 PPG19 价钱是99 minimal selling price 一样是由厂家规定的 助理穿M 我是穿着S 想要找T2000的 我觉得应该如果它没有多余的款式 没有人放到飞机 这个也是 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款式啊 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款式 没有了 然后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式 今天的最后一个款式 这个款式现在是非常非常少 因为我要加班的时候 厂家看漏了我订单 他跟我讲没有了 我就有手上有手上